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 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3年的4月27号星期四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今天我们不仅会来关注最新的财报纪理 Google 微软这些大公司的表现 也想要和你一块来看看OpenAI 对于隐私保护的最新动态 当然 奈飞对韩国娱乐业的巨额投资 也不容错过 那就让我们用几条商业科技清解读 打开全新的一天 Google发布一季度财报 营收超市场预期 4月26号 Google母公司Alphabet 发布了2023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 报告显示第一季度 Google总营收是698亿美元 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只有3% Google的这一次财报当中 广告业务和云业务是外界关注的重点 在全行业数字广告都在放缓的情况之下 Alphabet第一季度的广告收入是545亿美元 成为Google 2004年上市以来 第三次广告收入下跌的季度 但是同比减少的幅度不到1% 好于华尔街的预期 Google的首席财务官也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已经看到了广告市场趋于稳定的迹象 Google的云服务则首次出现了季度盈利 目前Google云占据了Alphabet总收入的10%左右 主要的客户包括德意志银行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PayPal和UPS等等企业 Google也一直在争夺 大公司和政府机构的业务 与此同时 Google也一直在努力削减成本 以保持利润率 这次财报显示 Google今年一季度减少了 大约26亿美元的支出 同时他们还宣布了 7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 微软发布财报 净利润增长9% 除了Google 微软也在4月26号 发布了他们最近一个季度的财报 财报显示 微软第三财季营收是529亿美元 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7% 净利润增长了9% 高于市场的预期 虽然过去几个月 人工智能一直是微软的亮点 但是目前微软的销售额 仍然主要来自于软件销售和云服务 在AI浪潮的助推之下 智能云业务保持了高速增长 贡献了221亿美元 Microsoft 365 也就是Office办公软件的订阅数量 则是增长了12% 在全球电脑出货量都在下降的情况下 微软的个人计算机业务下降了9% Windows系统的收入下降了28% 目前微软对于AI的投资 还没有显现在收入和利润上 避应搜索引擎和广告增速 跟上个季度持平 但是人工智能相关业务的用户数量 有着明显的增加 OpenAI更新隐私政策将推出企业版订阅服务 根据彭博社4月26号的消息 OpenAI将会允许用户关闭自己的聊天记录 关闭之后 用户仍然可以联网和人工智能对话 但是此后产生的聊天内容 不会用于训练OpenAI的模型 也不会出现在侧边栏当中 同时OpenAI正在计划推出企业版的 ChatGBT订阅服务 主要面向对数据安全比较敏感的企业客户 企业版ChatGBT的对话内容同样不会用于大模型的训练 此前OpenAI就表示过 随着服务的快速增长 正在为ChatGBT探索额外的付费计划 来支持高昂的运营成本 找到可行的商业模式 今年2月OpenAI推出的ChatGBT Plus 价格是每个月20美元 ChatGBT企业版可能是OpenAI的下一款付费服务 最近半年以来 随着OpenAI点燃了AI赛道 GBT系列产品层出不穷 马斯克一心想要打造的ChooseGBT也包含了GBT字眼 对于很多竞品采用 产品名加GBT的做法 OpenAI也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4月24号OpenAI也发布了新的品牌指南 在去年年底 OpenAI就向美国专利商标局申请了GBT商标 最近OpenAI也以无数侵权假冒应用开始涌现为理由 请求专利商标局加快审核进度 苹果强化Apple Watch的健康定位 内部研发AI健身教练 根据彭博社苹果专栏记者Mark Gurman 4月25号的报道 苹果内部正在开展一个名为Course的新项目 想要通过Apple Watch的健康数据 以及AI算法为用户量身定制健康计划 来帮助Apple Watch的佩戴者保持锻炼的热情 改善饮食习惯还有睡眠质量等等 苹果曾经在2020年和新加坡政府联合推出了名字 叫做Lumi Health的类似服务 新加坡政府会向完成了健身计划的公民 发放消费代金券 彭博的记者Mark Gurman则表示 苹果自己推出的服务可能不会像新加坡政府那样发钱 而是像Apple Fitness一样来收取订阅费用 目前苹果的健康 Siri以及人工智能等等多个团队都在参与这个项目 但是最快也要在明年才能问世 相比较于明年的应用 一个多月之后 WWDC也会有一系列健身应用的更新 比如说情绪跟踪和近视管理等等 苹果也将会推出iPad版本的健康应用 用户可以在更大的屏幕上来查看新电图结果等等健康数据 美国家居巨头破产 经济环境冲击零售企业 根据CNBC的报道 美国家居零售业的巨头 3B家居也就是Bed Bath & Beyond 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23号申请破产保护 3B家居表示将会有序地关闭旗下业务和所有475家门店 他们也正在为剩余的资产来寻找买家 自从今年1月以来 这家家居用品零售商一直处在破产的边缘 法庭文件显示截止到去年11月底 3B家居就拥有大约44亿美元的资产和52亿美元的债务 除了供应商的建款 他们还欠纽约梅隆银行超过10亿美元的债务 路透社的观点认为 营销策略不佳 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消费者支出减少 以及亚马逊等巨头的竞争导致了3B家居亏损家居 并且最终耗尽了现金流 在2019年10月 3B家居从销售第三方品牌的家居用品 转向销售利润率更高的自由品牌 但是在疫情期间却遭遇了工厂停工 运输延误和港口拥堵等等供应链的问题 3B家居最近一年的销售额大约是50亿美元 而它的破产将会为亚马逊Target等等竞争对手 释放出巨大的市场空间 最近几周破产的零售企业不止3B家居一家 还有婚纱零售商David's Bridal 床垫制造商Sort Siemens等等多家公司 零售业破产潮可能才刚刚开始 瑞银分析师预计未来五年之内 美国将会有超过五万家的零售店永久关闭 比亚迪超越大众成为中国最畅销的汽车品牌 根据彭博的汽车行业数据 今年第一季度比亚迪在中国销售了超过44万辆汽车 超过了德国品牌大众成为中国最畅销的汽车品牌 除了彭博的数据 最近也有第三方分析机构 统计了一季度销售终端购买保险的数量 同样也显示比亚迪的上限量 超越了一期大众和上期大众的总和 从2008年中期中心公布销售数据以来 大众一直是中国最畅销的汽车品牌 目前按照市场份额来计算 国内前五名的汽车品牌分别是 比亚迪 大众 丰田 本田和长安 彭博的观点认为 比亚迪超越大众 反映了中国汽车市场快速电动化的趋势 国产的新能源制造商 也可以制造出越来越复杂 而且价格适中的车型 传统外国汽车品牌的影响力也正在下降 今年一季度 大众卖出的42万辆汽车当中 只有60%电动车 而比亚迪在去年4月 就宣布砍掉了燃油车的整车生产业务 日本登月着陆器失联 首个商业登月项目没有成功 4月26号 日本私营探月公司iSpace表示 他们的着陆器在到达月球地表 10米左右的距离时 通信中断并且失去了联系 iSpace推测着陆器已经坠毁 并且宣布这次登月任务失败 去年12月 iSpace的探月登陆器 搭载SpaceX的猎鹰9号火箭进入太空 经历漫长的飞行之后 今年3月进入月球轨道 iSpace这家公司成立于2010年 他们希望通过30年的时间建立月球定居点 并且通过在地球和月球之间运送货物来盈利 目前全球只有中国 美国和俄罗斯三个国家的探测器 抵达过月球 以色列一家非盈利组织 曾经在2019年尝试登月 但是没有成功 iSpace是第一家尝试抵达月球表面的私营公司 今年晚些时候 两家美国私营公司也将会分别实施自己的探月计划 星巴克创始人舒尔茨到访北大 表示中国的门店数将会超过1万家 4月23号 星巴克创始人霍华德·舒尔茨到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与现场的年轻人展开交流 在回答如何看待中国市场及竞争环境的问题时 舒尔茨表示 中国市场的潜力庞大 星巴克在中国的门店数量将会超过1万家 在谈及星巴克的竞争优势时 舒尔茨认为 现在的星巴克没有任何排他性技术 星巴克的竞争优势一方面在于 采购和烘焙高品质的咖啡豆 另一方面则在于企业文化 也就是公司的行为 根据了解 2022年已经退休的舒尔茨重回星巴克 在今年3月再次正式卸任 由消费品巨头 历劫时的前首席执行官 拉什曼·纳拉辛汉接任CEO 截止到目前 星巴克在中国已经开设了超过6000家门店 成为其仅次于美国本土的第二大市场 奈飞投资韩国娱乐业 金额高达25亿美元 根据金融时报4月25号的报道 奈飞将向韩国娱乐业投资25亿美元 用于制作韩剧电影和真人秀 韩国总统尹西岳正在访问美国 并且会见了奈飞的联席CEO 泰德·萨兰多斯 随后萨兰多斯也宣布了这项投资计划 并且表示仅由于游戏这一部韩剧 就为奈飞带来了巨额的回报 相当于奈飞此前在韩国投资总额的两倍 今年年初韩国综艺节目 体能之巅百人大挑战 也成为了奈飞全球收视率最高的非英语综艺 目前韩国用户观看奈飞的时长 在全球范围内也仅次于美国 除了奈飞 Disney Plus和Apple TV等等流媒体平台 也在加大对韩国的投入 根据韩国政府提供的数据 韩国音乐 电影和游戏等等内容 在2021年创下了124亿美元的海外收入 那聊到这儿我们也很想来问问你 你最近看了什么有意思的韩国影视节目吗 让你印象深刻的作品都会有哪些呢 我们一起在评论区来互相安利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亦凡 声音授记Jack 实习生Aurora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再见